各位網友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講講這本書 這本書叫做阿錫寫 叫做《營銷為王2.0》 這本書其實我未看完 但我看了它很多片 它對於網絡營銷 我覺得它算是一個 用廣東話去講 講得非常好的人 因為它自己是有實戰的經驗 也嘗試了很多東西 因為網絡的世界是一個新的世界 沒有很多教科書 沒有很多培訓 是定了一個框架出來 很多東西都是叫做《 trial and error》 是從錯誤中去學習 它是花了很多功夫 在那個線上世界 應該有碰過很多釘 做過很多不同的嘗試 它將自己的經驗總結了 而且它是比較厲害 將它疏離了一些方向出來 這些香港是很少數 寫得這麼精準 令我會覺得是有養分的人 我也是推薦大家 如果是想做網絡營銷 你應該是可能要花兩三日時間 要看一下它的視頻 從而知道整個大的原則是什麼 它說的那些東西 其實我大部分都在做 在前方前面 比如在那個流量那裡 我做了 但是那個轉換那裡 因為我沒有它做得這麼好 因為我不是賣的產品不一樣 因為我賣的是一些叫做 這個轉換是最終都是要人對人的 面對面的顧問的服務 那我有部分是成功 就是說我可以corner到一些 比較高端的管理層 去諮詢我的服務 有機會是轉化到成為營利的 那這件事經過幾年的經營 算是做得早出來 那如果有些人是做得比較好 就是可以將一些產品標準化 或者是再上網去 可以重複銷售 就是躺在那裡賺錢 那這些是一些更加優質 優勝的商業模式 那未來我都會隨這些方向 可能會錄一些教學性多些的視頻 就變成可以從檢擊裡面 就變成一個營利模式 就是和現在我這樣說的 很ad hoc的隨意去說 是另一種模式 今天想說的這一本 推薦的營銷為王2.0 阿石就到這裡了 有什麼可以留言大家聊一聊的 拜拜